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中美电影节真的给我们两地的电影人搭了个平台 我们生活在2014世纪 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桥梁 把两面的文化 经济和我们人联系在一起 中美电影节 他的讲叫惊天使特别有意思 说我就觉得 I want to be a messenger go between the bridge and the golden angel award is the one of the best award I have ever got thank you 胡导演 跟我们来谈谈你这是上海王 上海王这个戏呢 我们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把它打造完 十年 对 完了这个剧组呢 也是一个国剧团队 你看我们这边的我们摄影师是是那个Andre Sakula 他呢 也是这个pop fiction的摄影师 pop fiction 然后呢 可凡老师呢 是著名的主持人 在里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师演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知情制片人 是雪莲 是我妹妹 旁边的是Johnny 他呢 Johnny Clement 他是做了云图 香水 跑拉扬跑 是我们的音乐 Andre 我也说过了 还有就是Yohan 他呢 在好多好乐物电影当中扮演主要角色 Residential Evil 对 好 这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男主角 他的他的 OK 好 非常恭喜你们这么跑大着 我觉得十年啊 真的是很伟大的一部影片 无论如何 很多心思一定非常精致 恭喜你们也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首先一个 得这个奖我觉得特别的成 因为这个奖对我来讲 我是做了二十年电影 从我的第一部电影《蓝陵王》 到《喜马拉雅王子》《大上海王》 这三王子系列实际上走了很长的时间 这当中真的是有很多人对我进行帮助 除了我的父母亲以外 还有很多我的同仁们 我的老师 特别是我的合作者 所以这个奖能得到 真的不能忘写这些人 同时我在中美电影机就是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电影工作者 有这个责任 就怎么把我们两地的文化可以联系起来 就是实际上 我刚才讲 你才讲 我的太人讲 就是 叫做培得币 怎样可以进出 之间走通 对 你的那个讯息 所以 这个《尖球王子》的《迹象》 讲得很好 魂的《尖球王子》是地阶上飞在两边的旁边 对 所以 我想做成为由约中美的《迹象》 约中美的联统党 开付十年 这为了十年努力 和这个努力 带卓祐 过了在约中美展的《迹象》 他们是做了一个很专门 那以后有什么会跟中美一些合拍 一些具有的一些计划概念 有的 因为首先就是我的片子 比如说这个《上海王》 它的创作团队就是两方面的 底下还有一个片子 我准备要拍的是关于这个 现在还暂时不太好透露 但是一个中美合作的电影